第一个就是可以用这个for root这个 基本上的话,我先把上面这个注解掉,如果你实在是不太清楚这一段程式的话,你可以先留下什么呢? 就这两行就可以了 其他先把它用那个Ctrl加E 先加个,E是说我先不要执行,那我想要先知道 到底这个东西 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你可以在底下print,你就把这个地方print print 然后 里面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 List1里面到底放了什么 OK,你可以把这个帮我print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把它执行的话 OK,就是等于是多一个print,以后的话 假如你对于这个程式有些内容,因为 可能对有些同学来说 这个程式跑太快了,里面有些细节你可能不太清楚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先不要执行 然后部分程式 先让它Ctrl1 注解起来 那不要把它删掉了 OK,不然删掉到时候你又要 找到找不到 OK 那你可以在底下加一个什么 print 这个变数里面的东西 它就告诉你里面放什么 你再去做下一步,你会比较清楚 那执行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print 的结果 它就是这些啦 有没有 三重.tst 中立.tst 所以我只需要什么 在这个的前面加上它的路径 什么路径 C 斜线 这根目录就两个斜线 两个斜线 意思是说 在全程由于例子里面的这个三重点 我就找到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我就可以合并了 所以基本上关键的地方 假设你不太清楚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利用print 的方式 可以把一些细节给输出看看 OK,因为我和同学 有时候呢,因为 当我把程式放在云端上 意思是希望减轻大家的那个 麻烦啦 但是有些同学 就会变成直觉的 Ctrl C Ctrl V 问题是 你run是OK 但问题你的细节可能不太迟到 所以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玩 另外的话,可能同学老师 那这个地方 除了 这个第三 有没有 4回圈 后面呢 那为什么需要有三个参数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OS.work 他这一个方法前面一定要带三个 也就是你少一个都不行 也就是我试一下 我是没试过 比如说第1个run 第1个路程不要 让让看会成功 你会发现 他这边会出现什么 他说呢 to many value unpuck unpuck puck是什么 没办法 放 有没有 所以他需要有三个 也就是说他有三个资料给你 所以你要准备三个 三个地方让他放 所以刚刚我们这边 有 三个扣掉一个不行 所以记得前面一定要三个 他一定要这三个固定的 只是说这个变数名称 不见得要叫这三个名称 你可以改没关系 OK 那第2个的话 同意说老师 那这个上面这个root 到底里面放什么 很简单嘛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把它printed不就OK了 所以 有没有printed root root里面什么 就这个 c 帽号斜线 全整有一定 为什么跑这么多 因为有25个档案 所以他跑了25次 因为回圈 他就固定就是跑25次 另外的话 你想说他drs是什么 没关系 不知道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复制 然后把它贴一下就可以了 甚至你贴的话 我看一下如果里面你假设把它printed 放在外面这个回圈 不行 他只能 所以一定 还是要跑20 那我们来看 基本上的话你把它执行 里面都空的 为什么 指的就是说 这个目录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子目录 有没有 没有啊 里面都没有目录 除非说你在这边 按右键新增一个目录看看 比如新增一个 01好了 这样 假设多一个 把它弄一下 你会发现里面多一个什么 有多一个01了 有没有 如果你再增加一个 他就 另外一个又出现 也就是drs里面放的是这个 资料夹 到底有几个子资料夹 当然的话以后你甚至可以 知道里面有几个子资料夹 你同样可以再到那个子资料夹里面 再把里面的 档案给叫出来 所以以后的 再更进一切的什么 如果你要合并的 是 这些档案 是放在 很多的子资料夹里面 比如说 1月 的资料 就放01 2月放02 3月放03 那怎么办 你要先去抓 那个什么 目录里面的 那有哪些目录 然后把目录名称后面再去 抓那个他里面的档案 所以相对的 难度又更高 不过 也许这个后面 如果程度好的同学 就可以自己练习看看 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吧 网路上其实应该或者你工作上应该有蛮多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 试着踹踹看 如果 也可以把那个放在多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呢 也可以做合并的话 那表示你真的是 了解 这个我刚刚讲的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我的希望 这个就把它 Ctrl加1 复原一下 然后这一段我刚刚是把它 注解嘛 所以我就把它Ctrl再加1 然后print这一段呢 其实就不要 我就把它Ctrl1 注解一下 Ctrl1还蛮好用的 Ctrl1意思就是说 你要注解的那些程式 你可以选一行 也可以选多行 如果你要加上去呢 就Ctrl1 把它解掉的话也是Ctrl1 所以其实这个快速键 我觉得 还蛮重要的 OK 所以其他部分的话 假设你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我建议你逐行逐行 切记一定要 确实是每一行都能够真的完全了解 还有一个地方 缩牌很重要 像这个地方 放回圈的下一阶 一定也是一个缩牌 在下一阶一定也是一个缩牌 OK 那你千万注意 不能够说你把它缩牌少 一个或多一个都不行 而且甚至上个礼拜好像发生一个诡异的 状况 就是明明是缩牌 但是好像是用串接字串的 他就会把那个Tab 变成四个空白 后来我发现 那为什么我会发现 其实主要我是把它先贴到那个 有一个叫Nordepay++ 它可以有一个显示那个特殊字元的 一看对 我都可以看出来 还有一些经验 或者用选的方法 上礼拜有特别有讲到那部分 所以 那部分如果有信息 也可以回头再看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再分割 这个把它删掉 其实甚至你也可以 自己在里面 增加几个目录 然后把 几个分开来 然后如果 通通 可以再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表示你应该是能够真的完全 了解到 OS.work 它主要 能够run的方法 OK 也许可以试试看 如果 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你可以自己变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把它分割回来 所以这个 刚刚的那个部分合并嘛 就是 如果O存在的话删掉 那如果不存在的话 就帮我怎么样 去 把 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成 这个档案一个 一个的开启 一个一个的什么 写到O.TST里面 而且是A模式 Apple模式 然后后面的话 再帮我增加什么 两个换行 OK A模式 然后呢 帮我写出去之后 记得把档案先关掉 然后再换下一个 变三重 中立 直到 风源 那就全部OK 通通把这些呢 合并成为 O.TST了 那我们再来是吧 再把 除了O.TST以外的全部删掉 留下O.TST 给大家就这样 把它弄一下 那下一阶段的话呢 就是什么 把 这个地方 假设留下O.TST 再来如果说我有个需求 我希望 再帮我把这个O.TST 再分割 为 这个 25个档案 然后分割完之后呢 再把O.TST删掉 那怎么做 我在云端上面 其实我也想了几个方法 其实本来 教的话是教用那个方法2 不过方法2 我发现同学 能够理解的 其实好像 比较 比较困难一些一些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用的方法是 用的是这个Find的这个方法 Find的话意思有点像是我们习惯上 在那个什么 记事本或者Word里面 Ctrl F 就寻找 寻找的话 我是寻找什么 寻找两个换行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 它的那个 文字 第1个字 它的编号从0开始 它不是容易 也是一个类似串列的概念 从第0个字找到最后那个位置 把中间资料帮我存抢 当然讲是 可以理解 但问题要做 其实相对的 就比较复杂 所以后来我发现 这个方法好像 大家比较不容易理解 所以我就改一下 改成上面这个方法 所以待会 也许我讲的话 我干脆是讲方法1 如果有新学同学 可以看方法2 RUN应该也可以RUN得出来 结果应该也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用的逻辑不太一样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第1个 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 O.TSD 可以把它 这个 分割 那当然以前如果你不用程式的方式 是吧 把这个 这个地方 到这里 把它怎么样 选起来 选 选起来 然后复制 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 开个新档 贴过去 再来的话 把档名取叫什么 三重 我刚刚讲过 刚好他这个档名的位置 刚好在第16跟第17个位置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这件事情的话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第1个想到就是 我们分割的部分 就不用判断了 反正里面也只会有一个O.TSD 所以我只需要 把它OPEN起来 那OPEN还记得吧 打开它然后给它入境 C点底下的全省邮局地址 O.TAT 然后用R模式 OK 这个时候的话 一样我就把它放在 这个F物件里面 然后并且怎么样 用READ方法 READ 不够特别重要 其实我这边 是把那个 两个方法串在一起 如果你要把它分开看的话 其实应该可以这样 其实这个可以这样 前面的话 应该是可以把它 改写的话 应该是这样 就是 先把 这个资料用READ 写到哪里呢 写到S 有没有 然后再利用这个 READ方法 等于什么呢 S 是 点S 写成这样子 OK 不过 如果你要让它程式 看起来更精简的话 可以写成刚刚的方法 只是说我不太确定说你们是不是能够理解刚刚的写法 因为你写久了之后 如果写 如果可以写一行 为什么要写两行 所以如果改写的话 我怎么改 就是 把这个意思放前面 将来就不用S了 直接怎么样 把我读到的东西 直接就在后面再串一个什么 点Splitter就好了 也就是说呢 我就不用在中间串一个字串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假设不太知道说到底 这个 切完之后的东西是什么的话 一样嘛 我建议你可以把底下的程式先注解掉 那你把它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print 把什么呢 把这个list1 直接 再 放在这里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他得到的结果 就会把什么 把从什么三重 应该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 从那个三重 这个有个 中瓜胡 把三重的第1个资料 从单 从那个字串 单营号开始 后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放什么 放那个三重 而且里面有换行的话 其实会有个反斜线N 然后第1个资料 第1个资料 一直到哪里呢 到底下 到中立 中立 中立到这里 那基本上的话中天应该有个斗点 把它隔在这里 斗点隔开 也就是说呢 第2笔资料 就是中立 第3笔第4笔 那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资料 会总共 如果编号的话 应该是0到24 总共 就是刚刚的25个档案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如何 可以把第1个资料 这个抓到之后的话 把它存档 所以底下的话 实际上我是 把这个资料呢 切割完之后 放在一个list里面 然后呢 做 存档的动作 存档 怎么存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 在底下呢 再跑个回圈 所以底下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 for iron range OK 从哪一个开始呢 从第0个开始 所以实际上 从第0个 斗点 到这个串列本身 全部 不过你会发现呢 同学问说 老师你这里为什么 多个-1啊 之前前面好像没有-1嘛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后来发现呢 因为我们这个切完之后的资料 它好像会多一个空白 最后一笔会是 空 有没有 逗号之后的话 它会多一个空的 为什么多一个空的 因为最后我们有反歇线N 会多一个 所以多一个怎么办呢 如果你 实情乱 你会发现 假设存档会多一个空白的档案 那等于是多做了 怎么办呢 你干脆 可以把这个扣掉就可以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为什么-1 主要是因为 最后这一个 里面是空的 OK 如果你不把它扣掉的话 将来会出错 OK 这是第1个 第2个的话 那我们如果说 要把档案的名称叫 就是说存档的话 那特别注意我刚刚讲到一个 规则 它的档名刚好是在这个文字里面的第16 第16 跟第17 可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这个文字里面 你只要取第16 跟第17个字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串列 把这个字串当成一个串列 也就是说呢 它的位置 一样 从这边是从第0个字 这个是第0个字 所以一直跑到这也是第16个字 所以16的话它的所影位置应该是-1 所以这个应该是15 对不对 然后呢 假设我把它当串列看的话 装瓜糊 第15个字 冒号 冒号的话 就是到哪个字 可是到哪个字 停下来的那个位置 所以呢 理论上我们应该是 我要第15个字 编号是第15 跟第16 所以我应该后面应该是 到第几个字停下来 17嘛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有个叙述 就是这一个资料里面的 中瓜糊 15冒号17 这些东西 这个地方是最最最关键的 这个我想出来的方法 OK 这意思是说 我要抓的是这个资料里面的 第15 跟第16编号 的资料 就刚好三重 那中立也是一样 南头一样 所以底下通通一样 所以呢 我把这个资料找到之后 后面再串接一个点 TST 的 什么呢 它的副档名 所以这个是档名 这个是副档名 然后这个是它的路径 OK 然后我要写出去的话呢 记得 不需要用A模式 因为它写的话 基本上 就直接 把档名写出去 所以W模式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把我们要放的那个串列里面的第几个资料 把它放在这边 用f.write 就把什么呢 比如说刚刚那一串东西三重嘛 那个第编号第0个 然后帮我怎么样 取得 它的档名 15 跟16 然后它里面所有的资料呢 帮我把它写到哪里呢 写到 这一个 所以这个后面应该是 全省邮局地址 的 什么三重 所以三重.tst 所以它会建一个三重.tst 并且把第1个 这个什么呢 我们第1个资料呢 写到 这三重.tst里面 并且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再来就中立嘛 一个一个的帮我把它写到里面去 一个一个把它存档 最后做完之后 一样把它close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希望 最后 假如已经分割完之后 把那个all.tst 顺便删掉 其实也是一样 os.remove 再把什么呢 全省邮局地址 all.tst 帮我删掉 分割完成 所以我把程式跑一下给各位看 其实程式不多 而且 应该是 不复杂了 只是说呢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出错 把它run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的话是 已经 合并完成的 这个所以把它打开 然后把它切割 切割完之后存档 存档完之后再把这个删掉 恢复原来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把它放旁边 OK这样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它就已经分割了 那不过呢 你会发现 它底下 O.TSG为什么还在 它底下会跟你讲说 Permission L 为什么 因为我目前 这个O.TSG是开启状态 它没有权先 因为放在记忆体 在记忆体里面的东西 它无全把它删掉 所以你一定要什么 把它close掉 有点像是 我们这边有个F.close的意思 一定要把它close 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 把它关 把它打执 所以再次 执行一次 然后这个O.TSG 就没有那个Permissions的错误了 OK 所以 请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 把那个刚刚的分割部分 试着乱乱看好了 因为程式相对比较复杂 如果 假如说程式要撰写有点困难的话 可以参考 这个云端 白板上面的第28页 将那个O.TSG再分割回25个档案 OK 如果有些细节 假如不是那么好理解 我是建议你自己在 在这个程式的上方 再增加一些注解 因为有时候我这样讲过 有同学还是 不是那么了解 没关系你可以在 程式有些地方 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 把那个变数print出来 然后稍微看一下那个细节 最好是 自己再加上一些注解 OK 试试看